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回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不知道小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期呢 是给大家展示过的我们的OBIS神奇心情彩灯 然后这个爱心型的心形彩灯 我们上一期呢是把水灌进去了 现在呢我们跟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过了四个小时之后 或者是四个半小时到五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的非常美丽的珍珠现在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呢是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说明书 我们是根据它这个说明书上呢 这个说明呢是把我们这个灯的这里面的珍珠呢 全都已经泡发开来了 不知道小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期是怎么把这个珍珠的这个水的这个水给它调出来的呢 对了 是在我们的这个爱心型的灯罩里面呢 释放了大概是700毫升的自来水以及一小勺的盐水 就可以让我们的珍珠灯里面的小珍珠呢 从绿豆大的一颗小珍珠直接泡成像这样比黄豆还要大 或者是比我们的小拇指呢还要再大一点点这种果冻型的一个珍珠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灯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嗯 看起来呢是非常有趣 但是我觉得这里如果是我们把这个室内的这个灯呢跟它关掉的话呢 会让我们小朋友干得更加的真切一些 我们可以把它这里底下拆开来 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 这是我们这个灯的一个底座 底座这个要打开的时候呢 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 然后因为它这里是通电的 所以我自己呢是在用了非常大的力气 并且是在旁边放了非常多的毛巾垫着 把我们这个水呢是给它全部的倒了出来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灯的里面呢全都是这种绿 黄豆大的这种大的一个珍珠豆 像果冻一样的珍珠豆 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漂亮 现在呢我们是要在我们这个 这个水里面呢去给它加入别的一个水 这个或者是液体 也就是说我们下期呢还会跟大家一起再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神奇的OBIS这个辛勤珍珠灯 然后呢只不过我给它加的这个水呢是 更加的这个颜色会更加的给它变化一下 比如说加一个粉色的水啊等等 现在呢我们是这个水给它加好了之后 再给它把轻轻的把它这个灯做给它拧回去 拧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把这个多余的水呢给它掉出来 因为这个灯是通电的 所以最好是做完了之后擦一下 然后再把我们这个灯做呢给它合起来合好 稍微的拧一下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OBIS的一个辛勤灯就已经组装好了 在这里呢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我们这个辛勤的珍珠灯的 它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床头 或者是你要和你的小朋友呢做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派对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上我们这个神奇的辛勤灯 不要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赞 或者是给我们的频道呢一个订阅 这样的话呢我们每周最新推出来的视频呢 你就有一个及时的推送 那么我们就非常希望下期呢能跟我们的亲爱的小朋友们继续见面啦 下期再见咯拜拜